来到今天的这个TIRA Talk 那TIRA全称是 Taiwanese Young Research Association 那是一个属于这个 台湾年轻研究者的一个场域 那我们全年度呢 每周的周末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叫TIRA Talk 那这个演讲的形式呢 是很自由很多元的 那我们会邀请各个领域 不同的学术研究者呢 来依据自己声音 职业的阶段 来这边分享它研究成果 或是练习这个线上演说的技能 或是 或是我们希望 借由这个平台呢 可能的合作者 那我们 今天 今天的讲词 听前的Union of Notre Dame的物理系任教 那今天 首先所要研究呢 大家在刚刚的这个演讲的 刚刚的这个PowerPoint里面 应该有看到就是我们下两周的演讲 下两周一周是下一周的演讲 我看一下 下一周的演讲呢 是这个 下一周演讲是一个可解释机器学习的演讲 也是同样的时间 也是同样的时间 也是在礼拜天晚上的六点 对不起 西岸时间晚上六点半 然后 10月29号西岸时间晚上六点半 那再下个礼拜呢 就是11月1号 就是我们开启 重新开启一个section 那11月1号的演讲呢 也是一样晚上六点半 这是一个关于这个行为实验探讨人对于劳动量 对于财富重分配的正当性偏好 是一个经济学相关的演讲 所以有兴趣的呢 可以欢迎followTayra的分专 跟Tayra的演讲内容 那今天的讲者 徐老师呢 他是2009年 毕业于国立新华大学 然后后来他就来了 来Cornel 念Physics的PhD 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 获得了Degree 那在Cornel之后呢 他就来到了 就在宇宙大学的Condens Matter Theory Center 2020年呢 他就拿到UniBronDrop的 这里的Physics Department来任教 那他主要的研究兴趣呢 是这个 关于这个Quantum Many-Body System的新现象 然后主要他看的问题 有点像是就是 Intermined Symmetry 然后Topology 就托普学 然后还有这些 Many-Body Interaction 促成的新的一些现象 那今天他会跟我们讲 演讲题目呢 是关于 托普超导体 然后会有一些跟 Quantum Computing 就是量子电脑相关的题目 那现在就 我们就是followTayra传统 以掌声欢迎这个 徐一廷老师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 托普超导体 还有他在 就是在Quantum Computing 就是量子计算上面 到底有什么应用 或是有什么关系 这样 然后 我会尽量讲的科普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当我 没关系 就是可以直接问 OK OK 所以呢 首先我是做 明太理论物理的 然后 今天我要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作为一个 明太理论物理学家 要怎么样 就是在 这个题目上面 就是有所贡献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 这个第一张slide子 下面有写 我现在也在 找Postar 跟PhD学生 所以如果你听完这个talk 然后觉得很有趣的话 欢迎跟我联络 OK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找一下 我怎么到下一页 OK 因为大家今天听众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想要先解释一下 就是所谓明太理论物理到底是什么 所以明太理论物理的英文是condensed matter theoretical physics 然后我们在研究的呢 首先当然是理论物理 所以我是不做实验的 我是没有实验室的 然后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就是电脑啊 还有纸笔 然后到底明太是什么呢 明太是一个范称 然后它指的就是包括材料 跟一些在实验 就是在大自然里面存在的材料 还有在实验室里面所能做出来的一些特别的材料 可以这么想 这一切都算是明太 因为譬如它是固态的或是它是液态的 所以这就是condensed matter 然后你可以看我这边放了一张图 这是一个 嗯 一个 诶一个示意图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二维的材料 它就是只有一张 一张纸 像是一张纸一样 然后这一些黑色的球 你可以想成它们都是原子 所以这个是相当围观的尺度 你要到原子这么大大小去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不同的金格在材料里面 在一个二维材料里面 然后这是它的金格是六角形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一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我们所研究的的内容 就是像这样不同的材料 它有不同的金格 然后你可以想象 每一个原子的旁边都会有电子 然后依照量子力学 然后在这原子的周围 然后有不同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研究的呢 就是那一些电子 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 一个不同的金格 在不同的维度之下 它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 造成不同的材料性质 所以这就是我们 做宁太物理的人感兴趣的题目 然后我还想要讲一下就是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做实验物理的人 尤其在宁太里面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底理论跟实验物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呢大部分重要的发现在历史上面过去这100年来 大部分都是实验先起的头 也就是说在某一些实验里面 大家看到有发现有很神奇的事情在材料里面发生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过去的100年里 你可以看到从1913年开始诺贝尔奖开始 就是超导体的发现 超流体的发现 液态害里面的超流体 甚至是有名的高温超导体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超导体的发现 这些都是实验先发现的 OK这些都是 就是这些是这里面有四个诺贝尔奖 就是他们都是当初在实验里面呢 意外或者是有计划的发现了 特别的特别的现象 材料里面的现象 然后呢理论的人 theoretical physics 理论的人呢 就去试图了解这实验里面 发现的那些现象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了解它 但是呢这也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是理论先做出了预测 the prediction 就是理论先去做出了一些 基于数学等等的理论去做出预测 然后呢实验学家呢 就试图想要在真实的系统里面 去看到所预测的现象 就是偶尔这些重大的发现也是可以这样被发现的 但是呢这个这样的状况是比较少的 原因就是因为以超导体来说 因为这是今天的主题 当然我待会会解释到底超导体是什么 但是呢以超导体来说 这是因为呢要做出这样的预测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OK 然后呢 我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想要预测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找到一些理论上面存在的 特殊的一些超导体 然后去预测说 在实验上面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制造怎么样的材料 或者甚至去设计怎么样的材料 才能够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上预测的超导体 所以这个是我研究的重点 OK 然后 OK 所以呢现在呢 我来再重新用比较物理一点的方式来描述 到底宁太物理学家们都是在研究些什么问题 OK 所以呢 问题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都看过周期表对吧 周期表里面有这么这么多元素 有好多元素在里面 材料的话就更多了 因为不是只有这些元素 你可以挑几个这样的元素 然后就把它们合在一起变成不同的化合物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只有这样是各种不同的组合 排列组合 所以真正能够在自然里面找到的 或者是在实验室里面被制造的材料 是成千上万对吧 但是这样听起来呢 就是要研究材料性质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为什么呢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个 CU是铜 所以铜是一个非常常见到的材料对吧 但是今天呢 我只要对这个铜呢 做一点小变化 我可以拿掉它原子 这个铜原子里面的一些电子 还有中子跟直子 那我就可以从这一格 就是周期表里面的这一格 跳到隔壁的这个NI NI是镍 然后明明就在隔壁而已 然后只差一点点 就是原子里面并没有差到非常多 可是它们的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 铜是没有磁性的 可是我们知道就是 铜也是有的 所以它们差一点点就是材料聚观上的性质差得非常多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专注在一个元素 不要改变这个元素我们专注在这个C 这个C是碳的意思 OK 所以呢 我现在可以使用碳原子 然后呢去组成这个复杂的3D的结构 然后你就得到了钻石 然后呢 如果你把这些碳原子呢 摆成这样子 一张一张的2D的结构 然后呢有很多层的话 那就是石墨 它也是碳 但是完全跟钻石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如果我只拿其中的一层的话 那这个是最近很红的 叫做石墨烯的材料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二维的材料 OK 然后这些蓝色的圆圈就是碳 OK 但是呢 虽然它们都是碳所做的 可是它们的性质却差得非常多 有材料的性质 比如说像钻石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绝缘体 但是呢 石墨烯跟石墨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导体 然后即便这两个是导体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究一点去看数字的话 它们的导电度还是差非常多 虽然说这是你不用管这个单位是什么 但是你光看数字 你就知道它差很多 十的八次方跟十的六次方 这是差了一百倍以上对吧 所以说材料这回事就是说 即便你这个元素没有 感觉好像没有差很多 或者是说甚至是同一种元素 但是你是把它构造成不同的结构 它们的性质都可以差十万八千里 这样听起来对于研究材料的人来说 感觉就很头大 因为有这么这么多不同种的 在自然界或是在实验室里面 可以制造出来的材料 难道我们要这样每一个一个去各自研究吗 这样子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人力跟物力 然后 这感觉就是不是个办法 所以其实在实际上研究不是这样做的 就是跟我们approach这个问题的方式 并不是这样一个一个case by case去看 我们做的是这样 逻辑上面是我们把这么多不同的材料 先按照它们的聚观的性质去分门别类 比如说像我把红色不同颜色的材料 这是一个比喻 聚集就是分门别类 然后呢我们就会问 为什么这一堆材料 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呢 就比如说像这个卡通的例子 就是说为什么它都是红的 然后理论 宁泰物理学家的观点呢 是我们会想要去了解 造成那个性质背后的围观的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在乎说 它量测上面性质是怎么样 当然那些非常重要 但是呢我们想要在深一层的去问的是 在一个围观的尺度下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它全部都是红的呢 我们关心的那个围观的尺度是在电子的尺度 所以这个一颗一颗的球 这是代表电子 就比如说像 它全部都是红色的 也许是因为电子是红色的 或者是说 其实电子不是红色的 但是它们都带了红色的帽子 所以我们是想要了解到这个电子的尺度 当然这个是一个卡通的例子 实际上面呢 当然不是这样的 在这么小的尺度下呢 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量子力学变得很重要 量子力学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由于一般的尺度太大了 以至于我们一般看不太到量子力学的效应 但是在电子这种围观的尺度下面 量子力学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去研究的就是 量子力学到底怎么去影响这些 电子的行为 导致那一堆材料都有某种性质 比如说它的颜色等等 用比较学术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在研究的是有许多许多的电子 然后它们当然是散布在不同的材料里面 这些材料都有lattice是不同的金格 就像我刚刚秀给你们看的那个六角形的金格 也有不同形状的金格 但是我说很多这个很多是指 真的很多 那像10的23次方 这个尺度的多 所以要研究一个这种问题呢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做一个叫电脑去做一个模拟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的这种传统的电脑 这样的一个 Brute force的一个simulation是跑不动的 就是电脑没有办法去一次模拟这么多的例子 更何况还有一个让事情更加复杂的一个 一点就是说这些电子呢 它们不是各自动各自的 它们彼此是有交互作用的 所以这就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那还有一个另外复杂的点就是 不同的金格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不同的金格就表示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图 这两个例子就是 这是一个一样六角形的金格 然后这个点跟这个点有不同的 两个不同颜色表示两种不同原子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也可以看一个三维的金格 然后你看它这个结构相当的复杂 里面可以摆各种不同的 这些金格点上可以摆各种不同的原子 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种的金格 然后呢它的对称性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等于是需要去 不是只是研究电子本身的问题 我还要去看它的环境 就是这些金格像是电子的环境 对它们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事实上是 就是这些金格对称性有非常多种 然后在三维里面有 230种不同的对称性 然后呢 而且不是只有在大自然里面的材料 现在呢在实验室里面 已经有各种不同 人维可以去制造出来的系统 比如说冷原子 就是把一坨原子 冷到非常的低温 然后去精密的控制它们 怎么跟彼此交互作用等等 所以甚至像这样的系统 现在也都是 我们实验 实验上面都可以做得非常好 所以感觉上就是有好多好多 困难 困难重重的感觉 有非常多复杂的 复杂的事情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 如果要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简化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这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对吧 因为我刚刚讲了各种困难点就是 这问题本身 因为材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所以你要去了解它背后的理论 然后用简单 但是能理解的办法 去了解到底以后 围观下电子程度的 电子尺度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但是同时 大家都愿意这么做 原因是因为呢 这是很有报偿性的一件事 除了就是去了解这大自然里面 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材料的性质发生 这本身是一件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同时也是因为 去了解这些材料背后的理论 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的 比如说大概40年前 或60年代的时候 甚至是60年前 就是那个时候的物理学家 还有材料学家 花了很多的时间 和力气去了解的半导体 到底是怎么work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各种方便的手机 对吧 现在进入了细时代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超导体 就是超导体的理论呢 也是很早就开始 大家就开始努力去了解 然后现在呢 大家已经开始拿超导体去做大型的磁铁 然后这个是在瑞士的那个粒子加速器里面 已经在使用的LHC ring 然后或者是磁幅列车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就是说 你对于材料能够了解的构详系 对于这些量子态 材料的量子态了解的构详系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应用的 OK 所以呢我到底应该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简化这么复杂的问题呢 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就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关系呢 电子在极低温之下 我说的是接近绝对零度的这种低温之下呢 他们会集体一起行动 也就是说虽然呢 有10的23次方这么多个电子 但是其实在低温下 他们并不会各自动各自的 因为并没有热能去扰乱他们 他们会倾向于大家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即便是非常不同的材料 就是说那个原子的种类 或者甚至是那整个 金格的structure都不一样 然后是在不同的实验室做出来的样品 这也都没有关系 里面的电子呢 由于量子力学 所以他们就只会出现 数种行为模式 但是并不会是无限多种 就是只有几种是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所有的电子会一起行动 所以呢 要去研究材料的理论 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研究这些 电子在低温下的集体行为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呢 去找一些办法去分类 这些行为模式是属于同一种 那些行为模式是属于另外那一种 只要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并不需要去真的一个一个材料 各自去研究 然后每一个材料都不一样 并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 这一些 所谓Universal Collective Behaviour 就是这些电子的集体行为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Faces 或者是有听过就是像 就是材料的像 OK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要去分门别类这些 在量子材料里面不同的像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准则 我才有办法说 这些行为 这些电子的集体行为是属于同一种 那些电子的集体行为是属于另外一种 我必须要有一些依据 我才能够做这个分门别类的动作 就让我给你们 给大家一个几个例子 OK 所以呢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厉害的物理学家叫兰道 兰道呢 他就提出说 我们应该要由对称性破坏 就是对称性 来看 来分门别类这些电子的集体行为 For example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铁磁 铁磁态就是 磁铁的话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磁力线跟磁性的原因 是因为在围观上面 如果你把它zoom in 然后去看 那里面的电子在做什么 它每一个电子里面呢 有一个 自旋 这个 这个自旋呢 就像是一个角动量一样 然后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些spin是 就像是 电子的里面有一个 小的 小的箭头 然后这些箭头都是指向 都是从 比如说 南直到北 比如说 所以呢 在 聚关上面 磁铁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磁性 所以在铁磁上面呢 被破坏的 那个对称性 就是说这些小箭头呢 是不能任意转动的 如果不是在一个铁磁态里面 不是在一个磁铁里面的话 这些小箭头在电子里面 应该是可以任意转动 每一个方向 对它来说应该都是一样的 它不一定需要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 可是呢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铁磁态里面 所以每一个小箭头 电子的小箭头 都必须要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就是一个对称性上的破坏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 是这种 是这张图 所以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实验得到的图 他们在这个材料上面呢 用一个很小的原子大小的探针 去直接扫描 就是这个材料的表面 然后这是他们得到的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看得到 但是呢 这里其实有一个一个小小白白的东西 对吧 那些小小白白的东西是原子 但是呢 你又可以看到有一个 比较大尺度的这个暗量暗量暗量的条纹 对吧 所以呢 这告诉我们说 明明就是 如果这个材料够干净的话 明明原子的大小 远比这个条纹来的小 但是呢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像是 有一个波纹状的一个 这个暗量暗量的条纹 所以这个是破坏了 这是一种态 一种量子态 然后这种量子态呢 是去破坏了 位移的这个对称性 就是或是一个translational symmetry 所以刚刚那是两种两个不同的例子 然后现在呢 让我来讲讲超导体 超导体呢 也是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 超导体也是一个可以出现的 有趣的量子态 超导体呢 大家都知道应该多少听过 它是一个完美的导体 也就是说它的电阻R是0 就是说如果你用 假设有办法使用超导体来做电线的话 那这个电线是完全不会发热的 因为它不会有任何的损耗 你可以把电完全没有损耗 从一端传到另外一端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所谓超导体 然后呢 它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性质是 它会排磁 就是说它不喜欢磁场 然后这叫meissner effect 所以呢 超导体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完美的导体 而且它排磁 但是呢 这些性质呢 都是在非常低的温度下才能够发生的 不然现在应该大部分的电线 都是用这个做的 但是就是由于它温度必须要够低 所以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题目 就是要找室温下到底有没有超导体 然后呢 让我看 呃 秀一下就是 到底我说电阻是零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 假设呢 这一片材料呢 是一个超导体的话 然后你对它加一个电压 然后呢 呃 这个特别的温度下忽然电阻就变成零了 但是如果是一般不是超导体的金属的话呢 它的它的这个电阻呢就只会降低 但不会真的到零 所以这就是超导体特别的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是拱 所以拱在低温的时候也是会变成超导体 所以刚刚说聚观上面 那是我们看到了两个性质 重要的性质 然后其中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说它电阻会是零 但是在围观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它聚观上面电阻会是零呢 实际上发生的是在我刚刚有show过这张图对吧 就是说这是金格 啊 然后这这些黑色的啊 你可以看作是原子 然后电子是在这个这些原子附近的活动 然后在不同的金格之间 你可以想象它们的跳来跳去 然后又彼此会有交互作用 然后是有很多很多的点子 超导体里面发生的事情是 电子与电子之间呢 他们决定他们不想要单独 无的行动 他们想要呢 两个两个手牵手 然后一组一组的在这个金格里面跳动 然后行动 所以就是说他们会form一个 two electron bound state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电子队叫做库博队 叫Cooper pairs 他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 然后而不是各自电子行动是因为这样子呢 对他们来说能量比较低 然后所以然后 当他们形成了这一对一对的 Cooper pairs之后呢 这些Cooper pairs他们 全部集体一起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因为量子力学的效应的关系 所以这些Cooper pairs呢 他们不会说一个往这边走 另外一个往那边走 他们全部都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导致呢他们并不会互相碰撞而有损耗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电子 因为所有的这些Cooper pairs 这些电子队 他们都是集体往某一个方向行动 他们并不会互相的碰撞然后导致损耗 然后如果说想要用对称性破坏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话 由于电子呢可以形成这样的电子队 然后但是也可以随时破坏这些电子队 所以呢就这个观点来看电子数目是不守恒的 OK所以呢我刚给了大家三个例子 然后来看说要怎么样用对称性破坏这件事情 来了解电子的集体行为 但是呢这个理论并不是完美的 在实验里面呢大家逐渐发现 有一些系统它虽然有一样的对称性 可是呢虽然有不同的对称性 但是呢他们的一些聚观的现象却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有另外一些例子是说 他们的对称性虽然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他们的对称性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呢他们的材料性质却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呢这表示说蓝道当初提出的这个对称性破坏呢 并不是唯一一个我们应该要拿来去了解电子 集体行为的工具 这样看起来就是我们还需要其他新的分辨的办法 然后在过去的大概是40年了其实 应该是30年了大家了解到这是其实是因为我们还需要拓谱性质 所以我待会会解释到底拓谱性质是什么 但是呢我先要提出说在过去的这30年来 由于物理学家开始了解到了就是拓谱这个 这个本来是数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把它借用到了解材料跟物理上面呢 已经帮助我们对于材料了解进展的非常多 而且在2016年的时候诺贝尔物理奖就是颁给拓谱材料 就是用拓谱对于材料的理解 但是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要先解释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到底拓谱是什么 因为这个词呢就是看起来相当的陌生 因为这毕竟是个翻译的词 英文叫topology 然后拓谱学呢在数学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但是呢当我们借用到物理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只是利用了其中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现在先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一个例子 所以先不要看物理 我们就先回归到数学里面到底top是什么 我们想要借用的概念是什么 首先呢先跳脱一下现实 用抽象一点的方法去想 就是说我有两个空间 这蓝色的空间是我的base space 然后红色空间是我的target space 然后你先想说这个蓝色的空间比如说 是我先从一个圆形的这一个路径 这是一个一维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另外一个空间呢 你可以想象说这是一个箭头 所以是一个在平面上面可以转动的箭头 然后这个平面上可以转动的箭头呢 它这个夹的角度呢 当然是可以从0到360度二拍 所以假设呢我定义了这两个空间之后呢 我就可以问说这两个空间之间 可以有什么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就是在问说当我把这个圈圈上面 每一个位置点呢都放一个箭头的话 这个箭头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pattern 也就是说我其实在问的就是 角度在每一个位置上面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箭头在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上面指向什么方向 所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像你可以看这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可以想要在每一个位置点上面 我都放一个箭头 然后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 当我转一圈 然后问说这个箭头怎么变动 你就可以看到这每一个箭头都变动一点点一点点 但是呢并没有变动很多 对吧 这个状况呢 跟这个状况就是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状况里面呢 当你绕着这个圈圈走一圈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箭头是转了360度对吧 所以这就是绕了一整圈的意思 那这个状况呢 这个例子是 当你绕着这个圈圈走一圈之后 它绕了4pi 就是绕了两圈 这个箭头绕了两圈 然后理论上 你继续这样下去 你可以在绕 绕着蓝色圈圈的一圈里面 并不是只有这样 你可以绕N圈 就是任何整数圈都是有可能的 3圈4圈5圈对吧 就是这个红色的箭头 这个呢 可以用一个WINDING NUMBER 来描述 所谓WINDING NUMBER就是 其实就只是说在数它到底绕了 这个红色的箭头绕了几圈 它绕了0圈 一圈两圈 总而言之这个W这个圈数呢 必须要是整数圈的 那个W呢 所谓WINDING NUMBER 也就是说算红色的箭头绕了几圈 这是一个所谓的拓谱不变量 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标签 就是让我去标记这不同的 不同的 这些不同的状况 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我有另外一个Case是 它这个箭头呢 就是它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它还是没有绕到一整圈 那样子的话 我还是可以用WINDING NUMBER 0 来标记它 对 所以这就是拓谱不变量的意思 那其实你可以问说 那是数学上的定义啊 那我要怎么把它应用在材料上面呢 材料上面我到底要怎么找到 这两种不同的空间 然后去找说它到底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转呢 对吧 答案是 通常这个蓝色的空间 是电子的动量空间 所以就是 跟它的移动是有关的 就是它的动量空间 然后呢 这个另外这个红色的空间呢 是电子波函数的相位 对于不知道什么是电子波函数的听众 就是这个相位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每一个电子呢 它都带着一个小钟 然后这个小钟呢 一样是有一个红色的箭头 它只有十针没有分针 你可以想象说这个 这个 十针呢 它可以指向 当然中面上的各种不同方向 对吧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相位呢 就想成这样子的一个小钟 所以就跟刚刚 我给你看的那个例子有点像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在问说 在电子的动量空间里面 当我整个走一圈之后 这个小钟 它上面的十针是怎么变化的 等于是在问这个问题 然后 它跟电子的关系是 每个电子都带着一个这样子的小钟 OK 所以我现在 我刚刚解释了到底 拓谱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怎么样在材料里面定义拓谱性质 那你现在可以问 我为什么在意这件事情 难道是因为拓谱材料有什么特别的性质吗 不然 如果 就算 就算围观上面电子在材料里面绕这样的圈圈 实验上面如果看不到有什么 不一样的性质 那也就只是理论的人自己定义的一个性质而已 那答案是 是的就是 拓谱材料呢 就是当电子 有一块材料它里面的电子 如果有按照像刚刚我们讲的那样子绕这个圈圈的话 它会有两种很特别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说呢 在聚观上面电子的传导性性质会是整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给你一个 给你们一个 一个有名的例子 这叫做整数量子或者效应 就是Integer Quantum Hall Effect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今天想像我们拿一个金属或是半导体的薄膜 然后你加一个磁场 然后呢你通了这个电流I 然后去量这个横向的 横向的一个电压叉 然后呢你如果取V跟I就是电压叉跟电流的一个之间的比例 那个就可以告诉你所谓的Hall Resistance这个Rho H 这个实验呢如果是在室温下做的话 其实很多材料或者是物理的相关科系在大学的时候都会做这个实验 然后呢你可以问说那个Hall Resistance它随着磁场的大小是怎么变的 那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它是线性的变化 就是说磁场越大呢 那一个Hall Resistance会越大 但是呢如果你在极低温下面就是接近零度下去做这同一个实验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结果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说呢随着你磁场变大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基本上是像一个台阶一样 更重要的是所以我们叫这个Quantite Plateau 就是说它这是一阶一阶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去看这些阶它对应到的这个Hall Resistance的值 就是数值上的值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一个 1 over一个整数 这是它神奇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H2 over E2 这是一个 是一个普世常数也就是说它就只是一个值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固定的数 26kohm 可是呢前面这里呢就告诉你这个部分 1 over C 可以告诉你这个C是个整数 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面 如果你去读出它的数值 它就是26除以2 然后的确就是大概是13 然后同样这个是26去除以3 26去除以4等等 这为什么惊人呢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是因为 大家发现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实验室 由不同的人去做出不同的样品 然后去做这个实验 可是大家得到的值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数值准到什么程度 是准到就是10的-9次方这么准 然后 所以这就很奇怪 这个数值 这些数值准到后来 这个 这个常数呢 变成 量电阻的公用单位 所以这就知道这有多准 因为全世界的人量出来反正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如就拿这个值来作为单位吧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然后 然后 在1982年的时候 有 明太理论学家发现就是 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电子在里面绕了两圈 绕了三圈绕了四圈等等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今天并没有时间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 托普材料可以有的性质 就是说 你看它这个 传导性质 这个电阻 是 就是霍尔电阻 是整数倍的这个值 然后第二个 有趣的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呢 如果 假设这个 这个方形是 一个托普的材料二维的 那么 我们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样品的边边上面 有电子 有电子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OK 所以就是 这些电子呢 它是 坐落在 样品的边缘而已 在里面是没有的 而且呢 它是会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所以这个是 几乎所有在 就是说 有托普性质的材料里面 都可以看到的一个性质 所以这是 第二个有趣的性质 OK 所以呢 在 整数量子或有效应之后 大家发现 哦 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薄膜 其实是很多的金属 半导体 或是绝缘体 都可以有托普性质 就是说 它们都有整数的传输性质 而且它们在边界上都有电子流动 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 有没有托普的超导体 也就是说 要当电子呢 在低温下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库博队 就是说 它们两两层队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也可以有托普的性质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OK 所以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定义 就是说 以我们刚刚解释那种绕圈圈的定义 我到底要怎么来定义一个托普超导体 嗯 这里要讲的是说 超导体呢 你要描述一个超导体 在物理上面 所有的 跟超导体有关的重要的讯息呢 都是被藏在一个电子本身的动能之下 跟当它形成 形成了一个库博队之后 它的一个波函数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就简单来说就是 你如果要描述一个超导体的话 任何超导体 基本上你关心的就是 它在形成队之前 它的动能是什么 还有它 形成一队之后 它的波函数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这两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 嗯 差不多是大部分的 就是超导体 嗯 大部分的性质 所以呢 经由刚刚那两个东西就是 单一电子的动能 跟 库博队的波函数 这两个量就是 C跟Delta 我就可以来构造出这个 这个三维的向量 但是你不用真的 我只是秀出来 但是其实不用真的去理解它 就总之是一个 由那两个量所构造出的一个三维的向量 由这个向量我就可以 玩刚刚的游戏 就是构造出去定义出两个不同的空间 第一个空间仍然是电子的动量空间 OK 但是第二个空间呢 就是不再 不再只是电子波函数的性质 而是这个 我构造出来这个三维向量 OK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其实也就只是一个箭头 然后只是说它在三维空间里面可以转 我可以问说这两个空间之间 有没有像刚刚那样子一个 就是一个绕圈的行为 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就是 这一个三维向量的一个空间 就像是有一个钟 然后一样它这个 在经过电子的动量空间的时候呢 它这个时针是可以转的 就是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呢 就叫做一个P-Wave的Superconductor 然后呢 就是这是给 如果有听过相关物理的 比较了解相关物理的听众 就是说这是一个有名的例子 然后 这里转圈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 这个Cooper Pair它的波函数 你可以在它沸泥面上面 可以看到它绕了一圈 然后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 在这种特别的托普操导体里面 这电子队呢 它们的自旋 就是它们的内在的角动量呢 是必须要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 这是因为量子力学的关系 就是Poly Exclusion Principle 所以 Statistics它必须要是一样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问说这个托普操导体有怎么样的性质呢 这就重要的就来了 就是说呢 记得我说的第二种 第二种托普性质 第二种托普性质 就是说 在样品的边界上面 会有电子流动吗 就是那个是在 半导体跟绝缘体还有金属里面 我们会说它是有 电子在边缘上面流动 但是在超导体里嘛 你仍然能够在样品的边界上面 找到有东西在那边 但是那个特别的粒子呢 不是一般的电子 而是一种叫做 Mayorana的一种特别的粒子 所以它的确还是都只有在样品的边界上面 但是它有多特别呢 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等于它 它跟它自己的反粒子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是一种粒子等于反粒子的一种 特别的粒子 OK 然后呢 这是一些粒子 比如说如果今天你 你是有一个一维的超导体 那你就可以在 一维超导体的两个边边上面 找到这种Mayorana Particle 然后是零维的 然后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灰色 这个二维的超导体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一维的 一个Mayorana的Mode 在边边上面跑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三维的超导体 那在三维超导体的表面上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二维的 一个Mayorana Mode 在上面 这个粒子 但我今天要强调的是 在这种二维的粒子里面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Mayorana Mode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如果通磁场在这个 这个超导体上面 那你就会形成很多的涡流 也就是说这些磁场会穿透这个超导体 然后在这些涡流的中间呢 你也可以找到 零维的这个Mayorana Mode OK 然后呢 这种拓普超导体呢 当它的维度是 一维或二维的时候呢 大家特别的 对它们感兴趣 原因是因为呢 它有量子计算 这个可能的应用 如果要谈到量子计算的话 我们就要focus在这种 零维的Mayorana Mode 所以它是零维且能量为零 我们就叫它Mayorana Zero Mode 有很多的 研究显示就是 提出说 使用 刚才那个 我说的加磁场之后产生的涡流 跟它中间的那个零维的Mayorana Mode 可以呢 制造所谓Qubit 那Qubit然后在 是量子计算里面的Qubit 所以Qubit是什么呢 就传统的电脑里面 简单来说就是 传统的电脑里面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0跟1 对吧 然后呢 Qubit就是 那个东西 0跟1的那个东西 在量子电脑里面的对应 但是呢 它不再是只是0跟1而已了 它是可以有 不同的数值 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时间 就是深入讲到那个部分 所以我就提一下 用拓谱超导体 来做这个量子计算 到底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一定要用 拓谱超导体呢 所以用拓谱超导体 来做量子计算的好处是 量子计算呢 一直有一个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可能的问题 那就是说 你把量子电脑 比如说 放在一个环境里面 本来它是可以做很厉害的计算 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 它还是会被环境影响 所以就会导致计算上面开始有错误 然后那个错误率呢 如果过高的时候 这个量子计算就不会成立 但是呢 如果你是使用拓谱超导体 来做为量子电脑的那个载体 或是那个材料的话呢 这个qubit 也就是说那个单位 就是最小的计算单位呢 它其实并不是 就是在同一个地方 而是我拿 我可以拿两个距离相当远的窝流 跟它里面的那个MARANA Zero Mode 来做为一个qubit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有一些 Local Noise 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并不会去破坏到 它这个qubit里面存的讯息 因为我没有办法 同时影响两个距离很远的MARANA Zero Mode 我通常是只有影响到一边 并没有影响到另外那一边 而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必须要两边都同时去影响到它 你才会对这个计算造成影响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大家会说 使用拓谱超导体 可以 去建构所谓的 拓谱的量子计算 然后是一个可以容错率比较高的一个量子计算的方式 OK 最后我想要讲一下说 这听起来都相当美好 对吧 所以说如果有拓谱超导体的话 似乎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来盖量子电脑 那为什么一直迟迟迟没有听到消息呢 那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听到消息呢 原因就是因为呢 你可以问到底有什么样的材料是拓谱超导体呢 尤其是在二维里面 尤其是在二维里面 答案是 哪一些实际的材料 哪一些实际的材料 它是 就是说很自信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错误的说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Mirana qubit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目前还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在做的研究呢 虽然说我现在时间也不太够了 但是呢 我会提一下就是我在做的研究呢 就是用各种不同的理论的方式去找出各种不同strategy 还有systematic recipe 去预测到底怎么样的材料呢 是一个拓谱超导 然后理论上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之后 我就会跟我的实验的合作者呢 去做一个proposal 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去真的长这个材料 然后实验上面去验证 到底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是拓谱超导 然后最后的几分钟里面 让我给你们一两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像 有一个材料叫做strontal ruthenate 但是你其实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 我只是要强调说 这个材料呢 在20年前的时候呢 造成了一些轰动 就是说大家觉得 这应该就是一个拓谱超导的 因为它的很多性质看起来都很像拓谱超导 但是实际上那个涡流里面的 Mariana Zero Mode迟迟没有被看到 后来呢 应该是几年前的事情 大家发现原来是过去有些实验做错了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这种超导它并不是一个拓谱超导 OK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拓谱超导 而且呢 它必须要在很低的温度之下 它才是一个超导体 所以这都是这个材料的缺点 然后我过去有做过的一个工作就是呢 我们提出说实验上面呢 应该可以呢 去拉它或是去推它 也就是说是用实验的方式去把它长在 一个金格大小不同的模上面 让它的金格被拓展或是被压缩 然后呢 这样以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在实验上面呢 我的合作者可以看到就是 这是一些实验的图 但是主要就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看有这样子不同程度的拉扯或是压缩呢 那个材料的性质可以有很大的变化 理论上面呢 我们就有办法去预测说 当它拉扯到或是压缩到什么样的程度之下呢 这个材料呢 可以比较容易变成拓谱超导体 然后呢 它的这个温度呢 也会变高 所以这个是 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当初做过的事 然后 还有一些其他的work 但是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提 所以我就会只会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封面的图 就是说 我们做过各种不同的work 然后 像第一个例子的话 是我们去提出 要怎么样去设计 那个材料 让它那个库博队的那个自旋 是同样相同方向的自旋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得到托谱超导体 然后 然后有另外的方式是去引入不同的对称性 来让材料变 也拥有 刚刚说的MARANA Zero Mode 然后呢 我们也还有做的其他的事情是 去用数学推导出一些托谱不变量 然后呢 可能在使用机器学习 然后呢 用这样子的一些工具呢 去 systematically go through 资料库 就是材料的资料库里面有 可能好几千种材料 但是呢 很难去找出 或直接说 这一种就是托谱超导 或那一种有可能是托谱超导 可是使用 我们所导出的这些托谱不变量 或者是机器学习 我们就有办法去 systematically 去找出说有哪一些材料 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是 今天我就是没有 没有时间再讲这些细节 但是所以我就在这边打住 然后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 欢迎问 好 非常地 那那个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就是 欢迎直接开麦克风 直接问 不好意思 您好 有看到我吗 有有有 可以 问问题的时候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你好 我是朱恩德 我现在目前在 UCR 当博士班学生 对 也是念物理相关的 对对 好 然后我的疑问是说 刚刚你有提到说 如果要加磁场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就是 但是磁场如果加到太大的话 那这样子超导体的 Gap 是不是就会 对 这样子它还是错过超导 还是它又变成一般的金融 对对 讲得很好 对没错 对对对对 刚才讲的是 他讲的是 抱歉 对这边 也就是说我刚这边讲说 如果你加了磁场的话 你就可以制造出所谓Vortex 就是涡流 对没错 这个磁场不能够太大 如果说这个磁场太大的话 因为超导体会有排磁性 然后呢 所以最后呢 呃就是 呃 这个磁场会把超导体也破坏掉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 低于那种Critical B Field的大小的磁场 然后制造出这个 这种磁流跟Mirana Zero Mode OK OK 好 谢谢 不会 好 那个chat里面有一个问题 对 诶 没关系 先问好了 chat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这台电脑没有视讯 所以我用讲的这样子 对 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 许怡婷她的那个 清大围棋社的朋友这样子 对 你好 对 我现在是在承纳电机 就是教书这样子 我最近 我今年大概 今年四月左右 我又开始做量子计算 然后 老实说我对物理完全 就是我有修过近代物理 然后 刚刚讲这些物理对我来说 有点太神 这样子 然后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说 就是物理学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 我们如果想要做这个 我们现在如果想做影像处理 那影像处理这个计算 比较特别的点是说 我们现在随便拍一张影像 可能都有几百万画数以上 换句话说 我们就算一个画数只要八个bit 好了 那我可能就需要大概八百万个bit 对不对 那以量子来量子电脑来说 可能就是八百万个bit 那以这个八百万的qbit 说错 那以IBM现在比较强的量子电脑来说 它可能就只有大概到八十个bit 左右 可以让它有纠缠 那我比较想知道说 就是物理学家会认为说 这种数量级上的差异 假设我们要突破一个order 比如让它变十倍 比如说从八十变八百的qbit 那这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五到十年内 做出一个order以上的突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现在各大不同的公司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个实际的载体 就是那个物理系统 比如说Google有他们自己的 IBM 还有Microsoft 还有Microsoft 所以呢 我现在讲的这一套办法 是Microsoft现在在追求的办法 然后它的好处呢 就是我其实并不知道 就是实际实验上面他们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就是 很认真在面对这个project 就是Microsoft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他们公司里面 现在的进展是什么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这一条路就是 TOPOLOGICAL QUANTUM COMPUTERING 它的这条路好处是 它很小 也就是说这些涡流的大小 就是这些Vortex的大小 可以靠得很近 然后它可以很小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IBM的办法 所以它是有办法可以scale up的 就是说当他们有办法去做出一颗之后 理论上 就是理论上面 是有那个潜力是可以做出更多的qubit 当然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 我其实并不是就是 这种quantum computing algorithm的专家 但是理论上它如果 就是比较算是容错率 比较就是fault tolerant的话 你就不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种physical qubit 来做出一个真正的qubit 所以这次我可以看到这个可以scale up的一个潜力 是在这边 但是我想说 我其实也不知道到五到十年内 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但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 不然这些大公司应该不会 不会投入这么多的 不会现在股市大家要懂的 the effort 对吧就是做这件事情 他们现在是很认真在做这个 然后我有第二个问题 也是从我的研究出发比较在意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量子它有一个不可复制性 就是说我们想要做量测的时候 然后我们只能量一次 然后那个quantum的state就不见了 那我们后来就想说就是 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一直想找解法 然后后来我问到一个做材料的老师 然后他是说 他说了一个名词非常 就我所知好像非常冷闻 叫做超纠缠 超纠缠好像可以拿来解决说 我量测一次 然后state就不见了状态 那我不太确定这个东西 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徐老师你们的领域来说 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确实的实验证据 或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还比较没听过 超纠缠的原理我其实不太懂 这个我的确其实我必须要看一下文章 或是什么我可能会比较知道 不然我目前我是不太知道 就是他指的确切是什么 但是的确就是这是个问题 然后我可以想像的是 当他就是你做量测的时候 他collapse到一个state 也许是有办法就是从collapsed state 去reconstruct本来的状态 所以这是也许是 然后我有听过一些talk是 试图用machine learning 去做到这件事 但是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topography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再另外讨论 这个我就 对 我们可以另外再offline讨论 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徐老师讲这个 我们后来就是在这两大限制底下 我们发现不得不用机器学习 那我们也是最近才做出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 在那两个限制底下 用那个深度学习把它破解掉 可是我觉得如果要从本质上破解的话 就是物理学家可能需要解决 刚才的这两个问题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两个是计算上的两个bottleneck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很有趣 我们之后可以再聊一下 好好好谢谢谢谢 好的 那我来把这个 您好 好请先说 我 那个camera好像开不了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 我是在四大物理系教书 我叫高贤忠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刚刚就是之前有问到 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 然后可能是Type 2的 然后你加磁场 那它可能就是在它那个Voltex Core的附近 可以有一个这个Zero Dimension的Mionera Mode 那我想问的是说 它的这个这些就是说 一般来讲好像很多情况底下 你加热磁场之后 它也不是只有单独形成一个 这个Flux的这个Core 它可能比如说会形成 Abracosal Lattice这样子 那它会有很多个Core 那就是说这些Core的树目 是不是差不多就是说 你可以用它整个材料上的磁通量除上它 单位磁通量这样可以估计出来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其实没有非常仔细去想过 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不过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细节 不过主要的确就是 我想要提出 强调的是说 我算这里只画一个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像量子 量子计算这种应用的话 的确是需要非常多 因为它其实是一对这样子的Vortex 加上里面的Mirana Zero Mode 是一个 就一对这样子是一个Cubit 并不是单一才 单一个是 所以其实是 然后我们当然不只需要一个Cubit 我们会希望可以scale up 所以的确就是需要很多个 然后我觉得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应该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需要很多个Cubit的话 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多大的材料等等 要加多强的磁场 才有办法得到很多个 但是我现在 因为我没有仔细想过 所以我现在可能没办法 很确切的回答你 就是说量子 量子估计到底 对不对 我们之后还可以再聊一下 嗯 好的 那我这边先把这个 这个Chat里面的问题问一下 熊伟仁说 目前 老师你好 我是熊伟仁 目前在中研医院做研究处理 想请问老师 刚刚说的电子在极低温下 会有同样数种行为模式 像是超导行为 但这样追求室温下超导行为的方向是什么呢 室温超导的问题 哦 OK 嗯 嗯 诶 OK好 所以我先企图想要先理解一下你问的问题 就是说 嗯 的确就是说 嗯 电子呢 它 我一开始应该说 我一开始讲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 实际上就是这是最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说 电子在极低温下面呢 就是会有数种行为模式 比如说像我说超导或铁磁啊 或者是我刚给你们看的那种charge density wave 就是说它那个呃电子会即就是会显示出那个亮暗亮暗的那种那种pattern等等 就是还有各种不同的这几种pattern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超导 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问说超导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性质然后对应用方面有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答案就是说它它没有损耗所以很好 我们就希望呃可以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像是 像是呃各种电器啦或是电电线等等对吧 就是所以所以大家才会想要去追求就是 问说室温下面到底有没有超导这件事情 就是有没有办法在室温下就看到超导超导体行为 所以呃motivation是这样 然后但是你可以再问说 呃到底实际上面有没有办法做到 呃最近其实有不少文章就是都努力的在呃想想要 嗯说他们看到的室温超导但是就有一些争议就是通常是呃目前听到的general principle就是你要加很高的压力 呃可然后可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trade off嘛 就是说呃你要嘛就是可以在低温下然后看到要在比较低的温度下面 要不然你就是在室温下可是你要加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目前我有听过的一些研究方向是这样 当然还有呃有名的一些例子就像是所谓高温超导体 他可能就变成一个超导体 然后所以就是必须要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你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特例就是一个高温超导体 他他他里面的物理机制 围观的物理机制 然后呢再去找找看这样的围观物理机制 有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材料家族里面把那个行为模式给放大 然后也有人是追求这这种这种逻辑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办法造出其他材料 然后是室温超导体不用加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希望我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的那下一位就是感谢徐老师精彩的演讲 请问有哪些二维材料可能是拓不超到底的候选人 例如双层石墨系 喂呃是呃 有听得到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OK 你可以可以再讲最后的部分 他是停在双层石墨系那边吗 例如双层石墨系问号 哦好了解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双层石墨系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candidate 对对是有可能的 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双层石墨系是最近很红的一个材料 就是他是两层石墨系 实验上已经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他们会去把它转一个小小的角度 然后转一个小小角度的原因是因为 他可以去借此来调控电子与电子之间的 呃交互作用或是动能之间的大小关系 呃如果交互作用比较强的话 呃effective来说比较强的话 呃超导体就是呃 总之就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这些量子态 其中一个就是超导体 然后呃目前还没有被完全的证实 但是呃很多理论呃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工作 就是预测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呃一个系统里面 当你有一些呃嗯材料上面的参数怎么调怎么调的时候 的确是有可能是拓谱超导体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过去的一些工作也有呃呃去预测很多的跟石墨烯 一些类似的这种二维材料 就是说像刚刚那种呃六角形的材料 对不对 可是每每一个原子上面放的不是碳 而是一些其他的一些transition metal等等 就是呃周期表里面有有一些其其他部分呃呃的原子 如果放在那边的话呃呃是另外一种家族的材料 叫transition metal decal collagenized 然后那些也是可以用胶带然后呃3M的胶带这样子 一层一层的撕开来变成一层一层 所以那一类的材料呃呃我有一些工作是预测 那个也有可能是拓谱超导 好的 下一个问题 老师你好我是洪世安 目前在NIST做博士后 因为没有研究过Topological QC 想问一下 用哪两个State当0 and 1 为什么可以对Localized Noise immuted 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呃呃然后呃呃详细的部分我可以推荐呃呃去看呃呃有一些非常好的review article是呃RMP 就是Review of Modern Physics 所以我之后可以再传给你 不过 大致上来讲就是说 嗯 所谓就是说它已经不是只有0跟1了 就是说 generally就是不一定是要是topological or quantum computing 只要是quantum computing 它在储存讯息的时候呢 已经是使用一个量子态本身来储存讯息 然后在量子态里面呢 并不会说就是不会是百分之 也不是说不会 而是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百分之一百是0 或百分之一百是1 而是有一个probability 比如说你是百分之五十是0 百分之五十是1等等 所以说这是一个它是一个spectrum 也说它就并不是说只有0跟1这两个state 可以来储存讯息 它是一个各种比例都有可能 所以里面就是有更多可以储存讯息的方式 然后呢你问说这个0跟1是什么 所以它就没有一个这样子直接的对应 这比较难以直接的解释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刚不是说 qubit可以使用就是half quantum vortex 就是那一些波流跟它中间的mariana zero mode 所以如果你有一对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个qubit 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qubit 然后呢这所有的在这样子的一个type里面呢 可以有很高的degeneracy 就是说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configuration 它们的能量都是一样的 然后当你在对这些就是这些qubit做一些breeding 就是说去交换它们的位置等等的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一个degenerated state跳到另一个degenerated state 然后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操作 然后那样子的hielberg space 就是说可以储存量子讯息的hielberg space 就是对应到本来是只有0跟1去储存讯息 那样的space 你不是很容易 现在我这样不是很容易讲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之后在offline讨论 然后之所以我说它会对localized noise immune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qubit是有两个 就是有一对这样子的vortex half quantum vortex跟它的marion的zero mode所构成的对吧 但是这两个东西它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 它们是entangled 但它可以是在很远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而且刚刚我说的那些degenerated state 你要从一个跳到另一个的时候 你就只能靠breeding 这样子就是说一些特别的一些程序 你才有办法从一个跳到另外一个 对于其他的操作它都是 或是noise它都是不sensitive的 所以我才会说它对于这些local noise immune 除非说你有很特别的noise 它刚好造成的效果就是说 它去breed了两个不同的qubit 如果说你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个noise 它刚好是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的确就是说 它就没有办法对那样子的noise immune 我希望我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的那最后两个问题 应该是最后有同一个人问的两个问题 老师你好我是张志源 目前在清大毒硕班 想请问这个marijuana Zero mode会是稳态吗 还是经过某时间后会decay掉 另外想问 老师用第一原则进行研究吗 还是以不同的方法 研究凝聚态的理论计算 这是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是一个eigenstate 也就是说它是那个还没通年的eigenstate 所以它是一个稳态 它理论上不应该decay掉 除非它couple到这个环境里面的 某些degree of freedom 所以导致decoherent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我不是做第一原理计算的 就是我跟有一些不少合作者 他们是做第一原理计算 所以我做的事情比较像是 就是从做minfield theory 或是到最简单就是做minfield theory 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renormalization group 一些diagrammatic的calculation 然后甚至是我们也用一些数学的办法 k theory等等去推导 刚刚讲的就是突普不变量 就是topological invariant等等 然后再去跟第一原理的合作者合作 让他们去在第一原理的材料库里面 就是资料库里面去算这些 我们推导出来的量 对 ok 好的 哦好 装置愿说要解析了 好 那我们第一届的QA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就大家欢迎请开个麦克风 然后掌声感谢徐老师 那我就先来关个录影 好 好